杨幂感觉也是老了,前两年拍三生三世时立桃花的时候,除了发际线让人够病,脸在小花里面还是很能打的,没毛没毛病。 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,杨幂脸上少女感没有了,总是流露着疲态。最近杨幂参加综艺节目《明日之词》和李宇春一起当新推官考核选手的表演,在这个视频里,大秘密的脸已经变成了这样,其实她没有什么大表情的时候,就还好,还是跟平时差距不大。 但是一笑起来,立马就破功了,双眼皮看起来有点过分了,眼睛下面还有两条不知道是什么的沟壑,最关键的是嘴巴,笑起来感觉很奇怪,捂住嘴巴,脸上的沟壑没那么明显了。 但还是很看得出来,姚米毕竟32了,脸上有法令纹是正常的,但法令纹上面这一条纹路,就真的不知道是啥了,真的不是故意截黑图,看看动图就知道了,李宇春比她还大两岁,但站在她旁边,皮肤看起来真的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 虽然李宇春并不靠脸师范,但不得不说,她脸上不管是表情管理,还是皮肤状态,都赢了,以前的杨米不管怎么大笑,都不会这样啊。 上真正男子汉的时候,素颜也很有少女感,虽然现在不用素颜上节目了,拍戏挣钱也真的很累,但毕竟是靠脸师范的,杨米还是要好好保养啊。